Lunia 妳在家裡算是大男人嗎 不要鬧 我說1 他不會說2好不好 我先語言聽到嗎 大男人 我問他好不好 他只敢說好 大玩偷 請進來看今天多漂亮的形狀 誰啊 邀請大家來 AA字 好怪 他是連婚前都AA的 最後在結帳的時候 是誰付 就是不是這時候女生在偷的時候 我們基本的身世風度會 按住她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就會說 你怎麼不逃快一點 這樣說 Junior 你在家裡算是大男人嗎 不用鬧 我說1 他不會說2好不好 等一下 你先語言聽到嗎 我都 所以你很大男人 我問他好不好 他只敢說好 碗我洗好不好 好 射手我說好不好 好 問話有技巧 那你為什麼還贊成同居呢 如果這麼苦的話 他才一年 結婚了 而且他們是 在一起一年 同居一年 速度就妹 哇 那很棒耶 尤其是我覺得我試婚年齡 如果是以前的話 會覺得我要妥協一下 想說兩個人磨合妥協或什麼 反而是到這年紀 覺得我有很多的事情是 我不太害怕失去 就是如果在一起 不合我們就是趕快結束 住在一起一住不合就是結束 所以反而很多東西是 知道自己要什麼 對 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沒有什麼妥協 尤其同居對女生更重要 是因為 女生的時間比男生還要寶貴 女生過了那個時間點 就跟男生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講清楚 他說 譬如說廁所他不喜歡刷 我說好 那廁所就是我的事情 然後因為他不太做飯嘛 那廚房也都是交給我 對 那我說你就是負責客廳的什麼 整理啊 拖地擦地這樣子 然後我就被迫買了掃地機器人 拖地機器人 我可以買洗碗機啊 但是我覺得分配的好的好處 包括譬如說衣服我洗 他要折這樣 他到底做什麼 他到底做什麼 他要養貓咪 那貓咪的事情就都他負責 可是如果有的時候 我真的很忙的時候 他就會幫忙洗個碗 那時候對我來說就是這種感激 就不會把 分配好就不會把對方做的事情 視為理所當然 而且你弄妥協也是一種愛的表現 對對對 我覺得Ju他就是有一種 你其實有妥協 比如說像鮮魚 他原本只有一隻貓 他搬來我這邊 我們在他就帶了一隻貓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步一步 就是他就說 我覺得這隻貓 沒有半 沒有半無聊 好可憐喔 那我們就再養一隻 然後我就 好 他就再帶一隻回來 就再帶一隻回來 這一隻又跟那一隻 感情蠻好 但是沒有整天玩在一起 沒有互動 他就覺得這樣子 好像都沒有人陪那第二隻 所以又再養一隻 我現在在家裡面 有的時候都覺得 我很像那個 動物園 就是 針扇美打開門 就是 就有一堆動物這樣 啪 跑進來 那這種妥協我覺得 我有的時候覺得就是 你如果你喜歡 那你就照顧 所以貓咪 都是他照顧 我就說我就是陪完爸爸 可是也會變有的時候他忙 他會問我說 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餵一下貓咪 就彼此的 這種事情他就會用 請你幫忙做 那我們彼此就會達到一個 我做他也很開心 而不是用說 你都不會餵一下貓我在忙 就不會為了這種事情吵架 那你也因為這樣吵過架 都沒有 幾乎沒有為這種事情吵架 我們幾乎沒有吵過什麼架 他們吵架可能就有就是他 喝醉也是吵架 如果我今天喝醉回到家 我就睡客房 不然我就睡客廳 就不去吵到他 對 不要吵到他 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們找到自己的一個 遊戲規則 而且其實我覺得男生 喝醉在家是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 因為有一次我喝醉回到家 之後我睡沙發上 我後來隔天想說 也都沒有人吵我 叫我回房間 你心裡有點緊張 我就看那個監視器 我就看到我在沙發上的時候 我旁邊有一個人 就軒云就站在我旁邊 大概站了20分鐘這樣 想要怎麼處理 他想看怎麼處理我 好像要把我殺掉 那種就這樣處理 想了20分鐘 大概也覺得 不知道怎麼搬進房間 看了很久 走進去 就到房間睡覺 對 我後來覺得 我生命會有一點安全的考量 我竟然來到喝醉回到家 竟然沒遇到仇人 他那個20分鐘在我旁邊 好像沾癢 然後捨不得離開一樣 我們家要告訴你 都是我做 都你做 我這個 是我嚴格禁止他做家事 當著我的面 那個碗這樣射出去 就是我們家一些名貴的碗盤 直接就 啪 啪 啪 只要他開始幫忙插手的 那個家具就會開始越來越少 你不懂這是他高招 他好衝啊 他先摔破幾個 你就不可能再叫他起 對 對 對 他是大智若祺 大智若祺 大智若祺 所以你一直很會讚美他 他很會讚美他 給他信心 我給他信心 就他的那些 所有的成就 都是我幫他讚美出來的 我怎麼又想到姐的畫面 怎麼 老公你好棒啊 好棒啊 但是 那你媽媽還又背對我了 沒關係 慢慢來 加油 好 你應該不是常常這樣 我知道 做起不洗頭對不對 其實剛才我前面前半集 就講一些他稍微不好 什麼手滑什麼叫花什麼的 他個性是腳滑 但是我講真的 腳滑 其實 腳滑 其實他是一個 又省水又省電的女孩子 他從根本解決問題 對 他不洗頭 對 不洗頭 然後他自己大概 他的紀錄可以 一個禮拜 對 你到今天為止 多久沒洗 今天我跟你講 今天才第四天喔 才第四天 可是看不出來 但是他說他不會臭 不然我們今天就來 大家聞聞 這個 這個我只是 這麼開心 我是要聞你的頭 我不是聞別人的頭 但是他頭頂是敏感帶喔 你不要真的 你不要再來個小公面前 調戲他啦 我看看 好可怕喔 你不要動啦 第四天 不臭啦 不臭 但是有個油味 有點像狗狗的那種燒燒的 對不對 不到燒還可以接受 豬哥律師你有沒有問問看 其實 我問問 你們都沒有上過化學課 危險屋頸都是這樣子 對啊 還可以啦 還好啦 那我想請問 那為什麼你可以接受 他沒有洗這件事情 我是在意的 可是他又講說 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我認真的去聞 又沒味道 其實味道我也可以接受 我只是單純覺得髒 A字好怪耶 他是連婚前就A的 很多男生就是 仗著就是 會幫你出飯前 會幫你出電影票前 他就可以理所當然的 成為一個無聊的人 什麼意思 他跟你吃完飯 過程中明明你也很痛苦 聊天也不投機 對 但是卻在他最後站起來說 這頓我請 那時候你覺得 欸 好像賺到一頓飯 哦 但是我不是 我是從整個 你是有趣的 對 我是從整個相處過程中著手 讓你覺得 funny 然後我是付出我的心力 跟笑話跟話題 讓你enjoy在過程中 不是因為我的錢 是 是吧 最後在結帳的時候 是誰付 就是不是這時候 女生在淘的時候 我們基本的身世風度 會 按住她的時候 對這個時候我就會說 你怎麼不挑快點 哈哈哈哈 這時候 欸也是有趣的 女生笑詐 你是不是說 這個男的好發你 我就說 啊我請你看電影啊 他就說 可是你這樣卡我時間 嗯 我想說 這男的卡很時間 他就卡時間 然後 欸 他是不是這樣掉到你 所以你會發現 沖實自己的內在 才是毅力不搖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買房子 嗯 頭期款 正常來說 一人一半 合理嘛 對 但是聲達是在付貸款的時候 他這個月每個月要付貸款 嗯 他是 欸 若琪 我這個月貸款 我已經準備好了 一人一半 你的呢 加油喔 加油 對 好勵志喔 我喜歡這種用鼓勵代替者嘛 是 而且他會說 你要買這個包包 你夠 看你戶頭多少錢 你夠的錢 夠三個月扣 才可以去買包包 因為我人生其實沒有要買房 沒有要結婚 沒有要什麼 我是 為了他之後 我的人生其實有很 大的一個狀況 非常曲折離奇的變化 就是 他說要買房 所以我們就衝 所以那時候我積蓄 其實我自己有自己想要流浪的打算或什麼 但是就全部丟到頭期款去了 但是我也不覺得我們感情會穩固到 問律師一定懂 嗯 就是 其實婚姻這個東西真的是不靠譜到一個不停的 但是他在我結婚之前 他又在我們把所有的錢丟進去買房的時候 他跑去動軟 那我根本還沒有想到我未來要不要有小孩這一塊 所以現在也還沒決定有沒有要想 所以基本小朋友嘛 小朋友我到現在還沒有很確定 對我所以我那時候就 你不要問他這個問題 對 有一次我們 他們剛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吃飯 我就很好奇 我說欸 那個 是哪你們要生小孩 然後若綺沒聽到生男孩他們一直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有時候想開心也會找他嗎 我要付費 當然 對 哈哈哈哈 可是 都是我一直在要欸 哈哈哈哈 我都不收錢喔 哈哈哈哈 怎麼辦 我做口碑啦 我做口碑啦 我不收錢啦 哈哈哈哈 都五顆心好評喔 還有你 哈哈 一直都過去 都給你 這音樂 太小病了 provided 哨音樂 可tha 這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